就是说我觉得大家应该心中会有一股冒险的心 想要去创业 但是呢会害怕 对不对 不管你有钱也好没有钱也好 这个毕竟的一个过程一定都会见到 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呢 我第一部分能做这样子的一个分享 那第二部分呢 我做一个产品设计上 现在为什么台湾的一个 要做设计者的一个部分都很不愿意去做 因为他很辛苦 那辛苦的费在哪里 那我大概做一个分享两点一个部分 那首先第一个部分就是创业 创业是什么辛苦 大家应该都会见头啦 那创业辛苦在哪里 其实第一个最大的重点我觉得就是 你有没有想清楚 你要做什么 不论你有钱也好 你没有钱也好 你要做什么 有钱也有钱的方式 没有钱也有没有钱的方式 有钱的方式当然啦 你可以把它规划好就好 但没有钱的方式 你要先累积到盈利 或者是找一个 可以帮助你在这一块有资源的部分 那你如果有工作 那时候都已经有准备好 再跳出来 千万不要冒冷 就是说我有梦想 我就跳出来 通常你只有1%的机会 这个是我们自己走来的时候 然后我们碰到的 那时候我在 把我资讯 那时候我创建了一个水河团队 总共花了六七年的时间 那 基本上呢 我可以很稳的一直做到后面 因为后面跟大宇合作 大宇也投资 就是我们签工资 那基本上呢 你往下做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因为现在是手游的爆发的一个时候嘛 大家应该不会去带PC 不会去带 比如说平板可能一般人会带 但是手机是你会带的 你可能不用带你的皮包 但是你要带手机 因为没有钱还可以用打电话 叫一叫来 那个求援 那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直接的 所以现在是一个手机的一个爆发 不管是游戏 或者是一个App 但是就是我想的比较清楚的部分 呃 我想要去 在台湾的部分呢 去创造一个练习 我们台湾能够有手机游戏的开发商 能够在整个世界上 能够让它有名 不是只有大家听到 比如说Andreverb 那应该都听Andreverb 那是哪一个国家的 或是哪些游戏是哪一个国家的 但是很少有听到 快速人口的 的手机游戏 它是来自于 那个台湾的 我相信它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在这一步来讲的话 想得非常非常 想清楚 要做就是要做 呃 不是只有台湾的 而是 是要在台湾的历史上 呃 订下一个烙印的一个 呃 全球的一个 产业 哦 的一个想法 那这个东西呢 就是各位在创业的部分呢 一定要去想清楚 不管大家一天都有住 哦 除非你是真的很有钱 哦 有钱到包 你不用工作 哦 你一天可以有这样的 溜达溜达这样的部分 哦 那你要做 你要我们就不针对于 这样子的一个 人去做分享 因为基本上呢 它不需要 哦 需要的通常就是 你有工作 但是你很想做某些事情 哦 像我刚才跟 那个 一个学生 哦 就是中文大学的学生 对 那我们就做了交谈 他说他 他怕他出来的时候 那个 呃 呃 他 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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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读的课系 可能没有办法找到工作 那我说这是正常的 呃 我最后一份 那个 读书读的器官 我现在还真正做到 器官相关的工作 我以前做呃 技术人员 哦 基本上呢 呃 我出来创业的一个 很大的重点 就是说 我想要打破 呃 一个官僚提起 所以我是一个高阶主管 其实 呃 在公司里面就是 乌来乌去 哦 没有是太大问题 但是 我会觉得就是说 其实 呃 呃 在成为高阶主管之后呢 就会有一种 很奇怪的借机 呃 我觉得呢 呃 我不喜欢在公司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出来想要打破这样子的部分 然后想要把一些利润 跟利益共产的部分呢 带入给一些 比如说 我是后工资的同任啊 或者是一个部分 就是这一个 这一个想清楚这一个部分呢 让我 充需创业 哦 那创业的部分呢 创业之后呢 比较简单的 大家遇到的通常是什么 其实不是没有钱这件事情 大家有可能会想说 啊 那个创业要很多钱 只是第一个遇到的 真的不是没有钱这件事情 没有钱是走到一半的时候 你才会遇到的 所以通常你第一个走到 面临领导的问题是 你不知道该怎么 从头开始过去做这件事情 我记住背景 我要去找厂商 我要去找合作厂商 营运商 去卖我的产品 简不简单 其实跟 比如说我现在这个业务 我都没做过业务 但是我要把我的产品卖出去 我卖到7-11的家商 你去跟7-11谈 7-11会不会领理吗 基本上它不会领理 因为你没有购名 有名 你没有名气 不是拿钱来就好 7-11后面拍的一堆 不是有名就好 就可以上架的产品 不是有钱就可以上架的产品 是你要名气有够 你才可以上架 比如说志冠很有名 那你可能比如说什么 国蔡司很有名 你才能上架 所以我们创业遇到的是 一生的东西都不会 所以我刚才讲的不太坚持 因为你遇到每件事情都是不会的 你要不要去学习 就是去学习 跳进去 然后呢 从头开始 我记住背景我懂 我没有做过销售 虽然有时候我蛮会讲的 但是我不会触碰跟人家讲 这就是我的一个问题点 那我也知道 基本上看我整场 可能有时候在会场的时候 不是我很高傲 我是不知道怎么去跟人家 开启第一个话题 但是如果开启第一个话题 我就能够聊 但是这不是说 这个就是个性的问题 我很努力的去打破 所以我在每一次 去参与会议的时候 我都很努力很努力的 设定一个目标 我就要跟三个人讲话好了 跟三个人交换影片好了 这个我也都做过 那我讲的就是说 你坚持 你要办公司的事情 你想好清楚的 你就坚持下去做 然后去创造 比如说你想要达到的 就很简单 不要梦想 不要丁太近 对 梦想丁太近 你可能就达到了 所以梦想不要丁太近 定人一点 我就是要定 亚洲要身为数据所有的台发商 对 那我们今年就可以达到一个 台湾最大产量的游行台发商 手机游行的 那我们就一定达到整个的目标 所以我一下 我呼应刚才我开始讲的 比如说你的坚持 创造 你的梦想 你的梦想很重要 不要让它熄灭了 有很多像是游行台发商会举办监卷的 就是两天都给你睡觉的 还有热情的 我觉得也要教寻你的梦想 这个创业 我觉得它是一些重点 那没有很多时间 所以我们可以讲的第二个 就是游戏设计的部分 那我们讲一下就是说 我们在游戏上线的一块 那帮我播一下影片 这是我们去年上线的 发行的 但是我们没有很大力的 我们设计的产品 拨宅的 大家一开会就知道了 那产品线的部分 它是一个抽卡 抽卡的部分 就是来自于一本游戏的类型 我刚才做解释 因为怕游戏很不懂 它里面到底有关什么 它基本上是RPG 那就是说明它还可以合成 可以进化 可以进化到更漂亮的 更清凉的 然后咱俩就很愿意去买 这就是这款游戏的最大重点 跟它预备的点 一步放开 那这是简单的一个对 hand系 在手机上 它是一个非常进步的 不需要太路杂的 它就点点俩 他就可以停停地铺了 它可以去买卡牌 花很多钱去买卡牌 然后卡牌就配备备备备备的 在手机房间里想要花钱 所以它的一个主要的市场类型 我们设计的内型 另一个是买业的市场 最重要是他的MIT 就是台湾制造的 这是我们去年 为什么没有再继续推呢 因为我们能力不足 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些事情 先把产品一切都做起 我们今天会做到 无款和RM的手游 那下个月呢 会到 会在台湾手发一盘产品 那我用那盘产品来讲 整个设计面的东西 那再帮我播第二个 当然可爱 他比较全年龄 他是一个新创的 我们公司设计这个东西 我们改了超过90的方面 每一个细节 都打掉从面部 都会看到每一个东西 设计的东西 连色系 连挑出什么样子的东西 动态 还有比如说 它的颜色的搭配 你的主设计 主界面 你的 你的按钮 它的颜色的设计是要什么 你的游戏是什么当主题 这一款就是甜点圈 你要想人家会不会吸引 这一款产品的主题 那我们讲为什么设计很困难 因为这个甜点圈 总共设计了500 这就是跟大家说明的部分 就是辛苦的部分 这个甜点就设计了500 那你不要讲 那车子到底设计了几版 还有都会看到这个界面 那下个月会带台国新的首发 然后还会再回来到台湾 去进行发行 因为今天我们大概会 进行散发流星的一个发行 那基本上都是安排的一个部分 那就可以了解写 那我要分享的就是说设计的部分就是说它是一个很辛苦的 他们现在设计一个是很很辛苦的 比如说我看到有些 我去两家参加他们的学生的一个比赛 那他们有一些设计的一个部分 那我觉得它很很重要的就是说设计小精神下去 你不要因为人家不喜欢你的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的意思 大家会不会喜欢 大家看的喜不喜欢 喜欢的 方法群的小朋友 谢谢 谢谢大家 他一定会在台湾发行 那到时候呢支持我 我们的游戏是Power Game 因为我们是力量董事 就是力量 就是Power Power Game 就是那个力量的英文 Power Game 然后去那个 那 设计要监制 那这个就是我们第二个最后的主题 那希望大家多多的支持我们的游戏 MIT的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 我们还有五分钟的QA时间 好 关于这个游戏有什么 嗯 那中间你一定可以再语 关于创业啊设计 创业啊设计 有任何大家想要请问的 我都可以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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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问这一款 有其他设计的团队有多少人 大概五到八个人 五到八个人 五到八个人 那有分待一次成四 或是设计四 有 比例是多少 比例来讲的话呢 金数一般来讲会多一点 金数大概是占了二分之一 然后其他的 其他的大概 十分之三是十九 十分之二是 那个计划 对 他还不包含那个 製作人 对 那创业也是什么 这款呢 我还欢迎你 因为其实在半年里面 就是一些学修改革 学修改革 所以我们刚才看到那个细节来讲 在设计的这件事情上面 每个人都有意见 没有都有意见 所以我说我坚持的 不是说 必须要坚持 看一看 每个人都有一天 但后来是以谁的为主 是谁打赢 因为基本上 我们不是高压纪念同事 所以基本上 我们还是想办法 让他们汇流成 一个 一条大的河流 往前 这样子 所以说我们基本上 我们是透过讨论沟通 然后把箱子 比如说五个意见 说成三个意见 但就说成一个意见 但是这之间 一定要有领导主 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领导主 在这一个东西的 里面扮演 就是说 他要把大家的 想法跟意见 变成有一个 就是这样 所以他需要花一点时间 所以说 大家看到那个画面 他是有 九个版面重新设计 因为我们没有时间 把第一个版 跟中间的版 给大家看 大家就会看完 怎么完全都不一样 谢谢 谢谢 还有啊 谢谢 瑞明你好 我想要请教一下 你刚刚经历了 这课介绍 他写程式 我想要请教 为什么就是说 因为在国外 上面有一个大学生 不管 就是他是面对工程 有时候面对书 大家都会写程式 像去年开始 英国政府开始 所以他们的学生 以前从小开始 不一定要追照 写程式 刚刚想要请 魏明的事情 写程式 对于未来期间 必须的那一个技能吗 我觉得它不是必须的 就是各位看到的部分 我虽然技术 被主神 可是我现在是 负责主导设计的部分 基本上我刚刚也讲的 会会计 像苹果 好像我们去苹果为例子 苹果里面有非常多 是能够想做的类型等等 是因为他们是 第一个手中是设计 并不是在城市这件事情 设计这件事情是说 你可不可以把 天马行动的东西 用得到你现在要做的东西 不管是可能 你现在要做的是一个产品工法 或是你是一个尸体的一个 比如说 你饮料的盒子里面 饮料的外装 外包装 或者是什么礼品的外包装 还是因为流行的部分 我觉得设计才是最重要的 但是大家可能误以为 就是说 我住城市可能其实就比较高 是的 是没错了 可是设计师通常在国外来讲 设计师的薪水通常会比较高 就是说他到最后 从以美国来讲的话 他们是造成设计师 这就是说我们讲了台湾的教育 和美国教育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的公司比较是走欧美的一个路线 所以我们希望是 不管城市或者是它的企划 或者它的视觉百数 它们都是以前设计师资计 但是只有城市的运回城市 视觉不会 企划也不会 所以说在台湾来讲 只有城市的运回城市而已 但是一款的游戏里面来讲 一开始在弄的是企划 并不是城市 因为等企划把所有的一个企划书 就是游戏的设计书里面设计出来之后 城市才会接触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它都很重要 但是城市来讲我觉得 它只是因为当年的钱多一点 所以我们才去做这件事情 只是在台湾 现在 在美国设计师都很能重量 它不会虚弄 这样子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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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你好 你好 圣经 好 我就担当招职问题 因为大家担当招职在场景部分 在问题 你说讲其实是泰国 那你们预计有多少的仪胆在行销的部分 有多少的仪胆在行销吗 大概千万 大概千万 大概千万左右 那这个也会很像 那像之前我跟小金铁人谈到 中国那个市场 基本上行销的部分 至少就会很高三 五千万 那你们觉得你们在 因为泰国市场比较 基本 所以基本上你大概五百万到一千万台并就被解决了 那在大陆已经是五倍了 所以它是两千五百万到一千万 这是不是大家就是确定的 那来 对 好 好 好 谢谢各位 谢谢罗总经理 然后我们下一个是 不日常的真心小度生活 那要有 hello 好 一 二 一 三 二 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